中国内地的人那些自干物对香港人喊打喊杀 完全不顾香港对中国经济火车头引进的外资和大量的捐款 希望小学这些贡献功劳 喊打喊杀 这因为是他们受到封闭宣传 互联网封锁 这是一个看点 那么第二个看点就是 这个组织文娟系统前台的胡锡进 后台的王沪宁 他们包藏货心 包藏野心 他们通过大量的操作媒体达到了一个目的 就是煽动仇恨 制造暴力的目的 但是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看点就是 现在习近平当局是骑虎难下 既然国内的民族主义这么的高涨 那么都在喊打喊杀说坦克压过去 太监不及皇帝级 甚至要把他们打残 那么如果习近平不动手 不打不杀的话 那人民就不依不饶 那有些人不依不饶 他就会觉得你太软弱 所以最终来是让习近平本身陷入被动 那从这一点可以说 中共高层究竟各些人有些什么考量 包括胡锡进 王沪宁 自己有些什么考量 在里面扮演了什么样的抉择 什么样不光彩的角色 是否要把事件推到不可收拾的程度 我想这里面都是有很深藏的这些心机